作家的謊言一點 筆中有罪 筆是一支筆的筆 中是心的 有是有滑過有 罪是罪業過罪 很特別 有段故事要說 為什麼你拍這部電影 來自那個構思 在哪裡讓你發揮這部電影 其實幾年前 我看過這個劇本之後 我自己覺得念免不忘 因為這個劇本是近年 你知道港產片是比較少推理願意經歷的 我一看之後 大家作為演員 這個劇本 演起來上來非常有戲 還有全部群體有戲做之餘 那些構思很好 還有最怕推理劇 一部電影推理的話 是很害怕自然其說 譬如你的頭開得這麼大 但你的尾巴怎樣修 最怕是那些 這樣這樣厲害 原來是想什麼做夢 那些就不是那麼好 我過不了我自己 所以經過劇本幾年的沉澱之後 我就去到有一天 就是不如我這麼喜歡的說話 我就不如自己去跑投資方 看看別人有沒有興趣 剪轉間都跑了七八個 即是你自己去找老闆 投資來拍這部電影 那證明你很喜歡這個劇本 那我真的 這個劇本我真的覺得 我人生之中 必定是當作一個達成功 但是當中當然 你知道要跟投資方應酬 還有你未必知道 他一定會幫你去投這部電影 這些一定會令到自己個人會成長一點 那會是的 因為有些人很開心的 看到你 他一定支持你 那你到時找我 那到時打電話打極 我會不會陪 多少錢我沒有人看的 我一定要你開心 是不是這個神? 是呀 當然支持你 是呀 不要冤架 不要說話 先喝杯子 大家都是充滿著這個經歷 是呀 哈哈哈哈 是難的 是難的 找人去投資 還是用心去 back up你去做這件事 好了 那這個劇本你很喜歡 其中那個角色 那個作家 是不是就是你去演繹呢? 沒錯 在戲裡面 我是一個叫做戀男系的作家 專門寫一些治癒系的小說 你看完是心靈雞湯那一隻 哦 表面上 但是內女呢 跟老婆的關係 老婆就是何貝宇來的 Gina 他們的關係不太好 就是有個小朋友 各顧各的那些 從中呢 這一個其實是比較有錢的作家 他不用做的 他已經有很多層樓 上了案 沒錯 已經是中上產 嗯 然後有一個很漂亮的 我們叫做情婦 突然來租樓 結果就踏上了 到最後發生了一個空案 哦 那就去抽屍剝解究竟誰在說這個謊言 其實是原而推理劇 原而推理經論 嘩 我很喜歡這些戲 哈哈哈哈 什麼時候上映 嗯 6月20 6月20 鐵定想映 我真的要量些時間